我們可以講到昨天呢 9月1號記者結了 那大家也知道 其實在柯文哲的團隊裡面 其實他是用了很多媒體人 包括大家都知道戰狼小姐姐 這也是媒體記者啦 主播出身 那另外這位發言人吳宜萱 這也是記者主播出身 剛才大家廣告的時候在聊說 我們這整排來賓 除了律師之外 好像大家都接過發言人職位 我們這整排全部都是發言人戰隊 等一下大家來分享一下 那昨天的這個狀況是這樣 民眾黨當然開一個記者會 媒體就來啦 可是呢最後他們想要結束的時候 他們說我們流程到這邊就結束了 那有一位友台的記者想要繼續問 就問到有關一些金流啊 大筆現金等等的事情 那我看吳宜萱 我有看那個錄影帶啦 確實是有點動怒 說這位記者為什麼影響我們的這個流程呢 現在是怎麼樣 我這個口氣是非常的兇喔 那當然啦 他在晚上的時候 因為輿論一面倒 在晚上的時候他有道歉 他有說我跟媒體朋友說 不好意思 絕對尊重你們採訪的權利 以後都讓大家問好問滿好不好 記者節快樂 不曉得記者真的快樂的起來嗎 這個嘉玲這邊先來 記得大家都做過來分享一下啦 你覺得這樣子的處理恰當嗎 我是覺得大家如果有看直播 那天他在開記者會的時候 我們也有看 那個友台的記者那個女記者後來被他問 罵到他就整個人真的是情緒快要崩潰 因為後來黃國昌好像也加入在裡面 也加碼 我是覺得是這樣 我們常在第一線跟媒體朋友 大家一起互動都知道說 記者也是你人家薪水上面交代 他要怎麼問 他就該怎麼問 你可以選擇你要怎麼回答 但是你不應該不應該去嗆人家說 現在是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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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你那麼多錢 這記者你的有你們二十萬多嗎 對不對 你開記者會就是要人來 你開記者會 對啊你開記者會就是希望大家報導你 人家問他該問的問題 嗆人家說 不只他嗆啊 還有黃國昌他說 外界是誰 外界是誰 他就不好意思把那個媒體的報導 拿給你看 你看人家已經給你一個面子 你何必對一個 我們是你人家薪水的薪水俗上班族 媒體記者 這麼樣的不尊重 這麼樣的兇 那整場都是火氣啊 那整場好像炸彈一樣啊 不只是他 他們另外一個男生的發言人也是這樣 現場只有張其凱立委 稍微比較必死 必死一點 我沒有看過那樣的記者會 我告訴你 結果這個友台啊 我們仔細的觀察 你知道友台從那一刻開始 不只這個記者被嗆 連攝影記者都被嗆 所以連攝影記者都被嗆 後面還有這樣一段 在那邊一來一往 攝影記者是直接問吳怡萱說 有必要要這樣子嗎 有必要弄到這樣嗎 然後結果呢 對 因為那一句說 現在是怎麼樣 現在是要玩假嗎 你講這個有點太穩養 而且你還住記者 現在是怎樣 記者節快樂 快樂的起來嗎 對啊 你前面打人家幾巴掌 後面說祝福你快樂 誰買你這個帳啊對不對 所以我說他們已經變成一個 除了搞民粹之外 他們已經覺得只要跟我意見不一樣 或是我多質疑你一點 或是我問你問多一點 就是我的敵人 這樣就不行 就是我的敵人 我們做敬敵 做政治工作室應該廣結善緣 交朋友交越多越好 你如果對這個友台的媒體記者 這個小姐 你對她好一點 她是不是報導至少 她可以稍微正面一點點 我告訴你 從那一刻開始 到昨天晚上 這一台都是幾乎用專題報導 把柯文哲以前不好的地方 講過的話 打臉的 說謊的 全部一個一個來這樣子 全部幫你翻出來 那你要怪誰 你會覺得說 那這樣子是不是 那你很刻意 不是啊 保持好的媒體關係 發言人 這是基本的嘛 佳玲蘭修丹姐 我請教一下旁邊的維園 之前大選的時候 維園是侯友宜侯伴翻人嗎 如果今天你們開一個記者會 阿公就是問到11點 那11點也已經到了 那記者想繼續問 你會怎麼樣處理 沒有其實很簡單 就是說記者會時間到這邊 那你後續詢問的話 那我們看之後要安排時間 訪問或怎麼樣 因為記者會反而就 不好意思 可是我們還有事情要問 通常這個時候 我們的處理方式 就請竹江澤 就會開始慢慢離場了 對不對 就問不到人了 大家都這樣做 你不會嗆說 現在不是要怎麼樣嗎 現在要怎麼樣 現在怎麼樣 對啊 現在不是 現在這個狀況 但我老實講 我昨天看到這新聞的時候 我個人有一點的難過 就是維園他本身現在民眾黨 但他其實過去也是媒體記者 那我相信他應該是蠻清楚知道 這個媒體記者他們工作的需要 他們是有同理心的 那我會覺得當那天 昨天發生的事情 他不會是單一事件 他應該是某新聞台 你覺得是累積的是嗎 某新聞台長期以來跟民眾黨之間 這個恩怨情仇的累積了 所以你看到昨天其實也很好玩 他整個記者會結束 他就無疑現在講說 這個記者會結束 那一般記者會結束的時候 其實大部分的媒體記者 他沒有問到問題 都會追問 就好像你去看一下 很多譬如說 有人往前走的時候 媒體記者也會一直問說 主席一下報告看 你覺得這樣可以嗎 你心情怎麼樣 那有些主席 要回黃三三家了嗎 主席都現在先看 你哪一台的 你記得嗎 他會帶走哪一台 SOP都學會 所以有些 有時候這次人物 他可能當下覺得可以回應 或怎麼樣 就會停下來回應 有些人就不回應就走了 所以你說昨天那真的是 我覺得是恩怨情仇 加起來的一個情緒的展現 所以我猜吳宜軒事後 也大概知道 他那時候的表現是不妥當的 畢竟他本身就了解 那我會覺得 但是媒員 那你覺得他後來的道歉 你覺得他這樣子算是有誠意嗎 因為有人好像說 哪在回事 哪在搶 當然林寵依委員 覺得說這樣子好像很不妥 他道歉又在這個北點前面 然後其實又有小桃在下面 他同溫層他當然我覺得可能是 我覺得態度上 可能可以調整一下 但我還是要回到一件事情 柯文哲過去的名叫做 朋友越多敵人越少越好 是 現在柯文哲改了 民眾表示敵人越多越好 越多敵人才能創造 我們被打壓的悲創性 他們現在不就這樣嗎 不管是面對網路上的 不管是面對可能友軍 甚至面對媒體朋友 其實大家就變成一個對立 那我也必須跟民眾講 其實你們也很清楚知道說 從整個總統大選到現在 或許你們一直在呈現一種說 主流媒體都不在你那邊 我覺得沒這回事情 本來就是說你的論述 大家可以接受的話 大家會把你客觀的報導 但你一直要跟小草講說 沒有 因為大家都不報導我們事情 大家都打壓我們 說我們自己創個民眾之聲 那到現在真的需要 因為現在訊息超級亂的 不管是謠傳檢調放的消息 或謠傳哪裡來的消息 好 你們要一一澄清 我覺得是本來就應該澄清的 因為訊息亂到 連陳志涵自己都要修改文 到底是媽媽過世還是爸爸 對啊 連陳志涵自己都說 他也搞混啊 可是他自己搞錯 然後還指責別人 對 他們都不會認錯的好嗎 真的是太厲害了 我覺得剛才有委員幫民眾黨 或幫吳怡萱講話 這真的沒有道理 因為大家如果是媒體出身的話 你看看民眾黨 有多少是媒體出身的黨工 他的副秘書長徐甫 是不是這個媒體人 然後這個 政郎小姐姐陳志涵 然後甚至於他的兩個發言人 全部都是媒體出身 然後坐在那邊的這個 八個立委當中 其中有一個是做媒體公關的 然後公關業界 所謂的公關教父 整個黨對於媒體 應該是瞭解到非常的透徹 從媒體的新聞 應該如何的編載 然後到如何跟媒體打交道 甚至於媒體的這個 營業應該要如何的來致富 這些都是這個黨過去 他引以為勝的 引以為常的 那怎麼會在過去的時候 他在網路上面 哇 腥風血雨 就可以讓一群網軍到現在 還在出征別人 還去出征四叉貓 還去出征Grace 難怪柯文哲覺得他身邊沒大將 可能是因為這樣 這也不是沒道理 然後只不過是因為在一個記者會上 有記者問你 剛剛講到記者賭麥也好 或者是在台灣的記者 有些時候我可能是 我不想要問個問題 讓大家都知道 我可能私底下以後 在記者會結束之後 我才去問問題 那個是屬於我自己的 專有的問題 那吳一軒你應該都很了解 你為什麼會這樣的態度 去對待媒體記者 所以我覺得這個只呈現一個 就整個黨從上到下 那他們現在因為柯文哲 因為這個黨 畢竟是柯文哲一個人的黨 那柯文哲自己也說啦 這個黨反正就除了他以外 都不成氣候嘛 對不對 那所以這個黨 如果說柯文哲一旦 這個如果大助請他了以後 那你看這個黨到現在 不管是吳一軒也好 或者是陳志翰也好 居然連你們黨主席的夫人 爸爸死還是媽媽死 對不起 爸爸過世 還是媽媽過世的首尾錢 你都要這樣修改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荒唐的事 是不是民眾黨 真的從上到下都亂了套 伊昌這邊再稍微來補充一下 伊昌跟這個媒體朋友的打交道 這個交流次數也是非常的頻繁 那我們看到民眾黨現在 當然有發言人嗆瞎 事後道歉 但這個道歉 大家覺得有沒有成立 又是另外一回事 以及陳昭資委員會這樣公然說 哇我就傳訊息給賴清德總統啊 叫他要公平人道的對待柯文哲 整個黨現在真的完全亂了套 我自己其實也做過記者 我當時其實在踏入政壇前 我其實也是這個 伊昌記者出身的 所以其實看到這個都會覺得說 大家其實都是做一份工作 其實要彼此尊重 尤其是民眾黨這部分 因為我覺得民眾黨跟記者 跟媒體的關係 真的非常非常微妙 你知道嗎 他常常在批評媒體 說你看媒體都不讓我上節目 我想如果今天 他很愛罵媒體 到底社會的款項去哪裡了 到底為什麼這麼多錢去買房子 我想大家都想知道嘛 對不對 但柯文哲自己也不願意啊 對不對 後來柯文哲講了這句話 我知道好多電視台都有去邀請 大家都在公開邀約耶 又公開邀約 而且不是只有針對柯文哲 說他犯人上也可以啊 結果他全部都拒絕 然後一手又再繼續批評 說你看 這個媒體都不讓他把話講清楚 是他自己不願意好嗎 但是講回到他們的媒體處理 其實這一次我覺得法案人就放了 放了一個大忌 這大忌叫什麼呢 就叫缺乏對這個職業的尊重 因為媒體的這個職業 就是要問問題 如果這個媒體只是呆呆的 每天去接收你的新聞稿 然後去改寫你新聞稿的話 那我覺得也稱不上記者啦 說實在 那政黨注意自己的媒體就好 所以記者去問問題是天職 我們都如果記者都知道 讓他媒體不要破壞流程 讓西干稿啊 那剛剛我覺得委員說的沒錯 那你覺得時間到 你接下來還有其他的議程 未不知道什麼議程啊 但假設有的話 你就輕輕的講說不好意思時間到了 我們接下來再 在其他的機會再來問就好了嘛 對不對 有必要回嗆嗎 而且特別是他嗆的友台 我個人看他報的 我覺得也沒有對他 是屬於不公平的吧 這個應該講的可以講白一點 就是說大家其實都是秉公的 現在大家報道NCC都在看 我們都很注重平衡的 對啊 大家都是秉持這個非常 就是我覺得公平公正的方式 去揭露科文哲這些狀況 不因為科文哲出問題 媒體去報道 英文就叫一句話 把這個傳訊者斃了對不對 這不對啦 這是中古實際的事情 現代社會不該存在 但是我覺得有一點事情 我要特別強調 陳昭智會講到賴慶爾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扯中之扯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民眾黨 最近跟民進黨有一些很微妙的關係 我不太確定是什麼 他們心中好像一直想說 我就是如果我說我像民進黨一樣的話 可能就會比較好一點 包括上一陣子有爭議的時候 科文哲說 我們很多這個標準都是抄這個民進黨等等 現在陳昭智說我用訊息賴心得 拜託民進黨從頭到尾我們富民也在做 我相信可以作證 你們有這樣買商辦的嗎 就是今天尊重司法 司法該怎麼查就怎麼查 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就這麼簡單 你去找總統 一點用都沒有 我講個坦白一點 今天科文哲是唯一個政治人物 現在正在被這個偵辦的嗎 也不是嘛 對不對 鄭文燦現在正在司法過程當中嗎 鄭文燦夠大咖了吧 人也是這樣照搬啊 那你有認為說 民進黨今天跟鄭文燦這個市長熟 每一段傳訊息說 沒有啦 大家覺得說我們進後是這個檢調的調查 進後司法的判決 這才正確的態度嘛 所以陳昭智自己以為 很著急很聰明 這樣子搞小動作就可以 你看 讓大家有種印象就是賴心得可以干預司法 我覺得陳昭智這樣子做是非常差勁的民族點 民族的這樣子的一個示範 而且陳昭智過去因為他的背景是比較屬於 這個獨派這一邊 所以他刻意去塑造這種氛圍 我覺得真的非常差勁啦 真的非常差勁 說那些話真的是挑戰的耶 那陳昭智還自稱 從小都是乖寶寶 都是典範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更多有關於柯文哲現在捲入了爭議 我們繼續來討論